大家有没有发现 近期上线的10月经修赠礼活动中 里面有一个蓝挂解锁卡 活动已经上线了好几天了 相信大家都已经拿到了吧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蓝挂卡解锁哪个挂件好呢 首先联动挂件和限定挂件都是无法兑换的 这一点大家在选择挂件的时候 根据右下方的提示即可观察到 能兑换的就会显示体验两个字 不能兑换的则不显示 第一款推荐路透的黄金号角 理由非常的简单 这是目前为止 唯一一款拥有特效的蓝挂 除此之外 非常的好看 够大过霸气 路透玩家必备蓝挂 第二款则是速散之魂的风情 虽然这款挂件没特效 但在瘦小的小伞身上 感觉这款挂件非常的大 给人一种转翻了的感觉 而且挂件本身也非常的好看 第三款则是求生者通用挂件小丑风车 这款挂件是为数不多 拥有动态效果的挂件 一个小丑头像 挂在风车的中间一直旋转 显得非常的可爱 满满的童年记忆 当然每一个求生者都拥有着专属的蓝挂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角色 兑换对应的专属挂件也是可以的 当然如果没有喜欢的挂件 也可以直接分解掉 分解的话可以获得100个快乐时 也是相当的赚的 因为有效期只有30天 永久的体验卡也就200个快乐时 那么问题来了 你最终选择了兑换什么呢